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丽颖主演的雨凤行 杨幂主演的狐妖小红娘 拍摄地点也都不远 陈童勋老师最出圈的作品就是电影《妖猫传》中张荣荣饰演的杨贵妃形象 锦衣华服举世无双 回眸一笑倾国倾城 让那个有着胡人血统的羞花美人绝世贵妃从历史中活了过来 前校间惊艳时光 让人见之忘俗 虽说影视剧的服装成本比不上电影 但陈童勋在剧中设计服装的同时也算是费尽了心思 不仅要契合演员颜值 还要符合作品的背景设定 好的地方在于 这三部作品都是带着幻想色彩的古偶剧 服装可以取百家之长 杨子在《长相思》中饰演的小妖 既有温柔不失灵动的唐公美人风服装 也有广秀屈屈的汉服造型 还有戴着毛领的红色宫装王妻造型 更有化身文小六时的秀起男装 赵丽颖在于凤行中饰演女主碧仓王沈黎一角 在角色官宣剧照中 穿着一身霸气蓝衣 俨然是大权在握的魔戒战神王爷 前段时间更新的白衣造型 气质飘飘如仙 一眼看去还以为是花千古长大后的模样 除了仙气十足的白衣造型外 在于凤行开拍之初 赵丽颖还凭借一身蓝衣造型惊艳网友 这身带着垫肩又收腰的蓝色造型 使陈童勋一脉相承的造型风格 斗篷式的衣袖设计更显仙气 红纱隐藏在蓝沙里 手臂翻转肩肤若凝脂 万间繁复的银饰神秘又不失精致 杨幂和赵丽颖同为八五花中的翘楚 难免会被网友拉来对比 同样使陈童勋做造型 狐妖常相思与凤行却差距明显